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戏 只要周边搭台唱戏 再赶上家里不忙 突三带着一壶水 再带上几个玉米饼 一走就是一天 那年初冬 还有两个月才过年 村里人都比较闲暇 出门做买卖的 都行动了 养牲扣多的 就在家里照看牛羊了 镇上大户王家老人过寿 请了戏班子 要唱上三天三夜 由于农村白天要照顾牲扣 村民们都是等候半赏 就把牲扣回去了 然后结伴带着马闸去看戏 夜戏七点开始 唱到十一二点 从村里到镇上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程 天黑又多是山路 赶车或是骑马都不方便 还好这几天有月光 也能看清路 一路上人们聊天砍大山 也就不显得路长了 那天 突三去给小舅子家帮忙 给牲扣切草 下午又喝了酒 五点多才从家里走 已经黑了 因为晚上没吃饭 一路上突三边走边吃 怕错过时间 他就小跑着往镇上奔去 走了好长时间 突三累地把自己水壶的水都喝完了 也没看到前方的亮光 当时就镇上大户人家才有电灯 突三实在口渴 就想着赶紧走到镇上 那王家会专门给来看戏的百姓准备烧几锅水 突三听到前面有流水的声音 应该是喝了 虽说是初冬 可这坝上的小河都应该结冰了 怎么还有这么清晰的流水声 突三也顾不了太多 凉就凉点吧 能解渴就行了 突三借着月光看到河边石头上有一个黑影 突三猜想 这肯定也是看戏的人了 就喊道 你也去看戏啊 正好咱搭个伴 一起走 他走到镜前一看 是个老汉 穿得倒是挺整齐的 老汉也没说话 笑咪咪看着突三 突三问老汉有水没 说他实在口渴 老汉还是不说话 回头看了看河水 突三想想也是 就在河边 还怕没水吗 突三看到这河水 竟然完全没有结冰 那河水边还散落着一些圆的洒露前 突三太渴了 也顾不上那么多 蹲下去给水壶灌水 发觉这河水也并不刺骨 就像春秋时的温度 他就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凉水进度 饥渴赶顿消 突三再把水壶灌满 起身就来拉老汉过河 可这老汉白手推辞 突三看看河 再看看老汉 笑着说 来吧 我背你过去 说着 把老汉背到了河对岸 突三心想 原来是个哑老汉呢 还不敢过河 突三让老汉跟上他 快点走 别 迟到了 老汉就跟在突三身后 别说这老汉走路还挺快 突三憋屈这一路 有人搭办 话就多了 虽然老汉不说话 但起码能听他叨叨 突三边走边想 今晚这路有些不对啊 昨晚去看戏时 经过的两条河都结了冰 今晚过的这条河 怎么没冰了 难道是自己走错了吗 突三正郁闷着 抬头一看 前面有亮光 那自然就是戏台了 要不然谁家有这么大的排场 他也顾不上些戏 催促老汉跟上 向着亮光快步走去 走近了 还没听到锣鼓声 那就是说 正戏还没开始 突三很是庆幸 幸好自己体格好 不然真可能错过今晚的戏 回头看看老汉 这老汉竟然大气不喘 把他跟得紧紧的 台下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突三借着台上的亮光扫拾一圈 今天的观众比昨晚还要多 男女老小都有 而且 这些人的衣服 有长袍 有短挂 有棉袄 有单衣 但今日戏台下特别安静 根本不像昨晚的热闹 甚至没一个人说话 都面无表情地盯着戏台 好像今天有特别精彩的节目就要上演 这么多人 竟然没有一个脸熟的 更别说找自己村里的人 突三想想 等戏散场了 回去时的路上 肯定能碰到 到时候再和他们讲讲这戏文 突三就是这样 每次看完戏后 不和别人说说自己的见解 那他就感觉今天的戏白听了 中间插播一个消息 最近有很多人在盗用老季的视频 还冠名原创用以牟利 老季目前也正在入住其他平台 我们的名称都是鬼话老季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突三带着老汉挤到一个好位置 旁人看到这两人也都往边上挤了挤 给他俩留出很大的空间 好像不愿意和他俩靠近 突三看老汉没有马闸 就把自己的让给他 他就蹲到了旁边 突三看到台上的水牌 几碗的曲目是三尺山 突三还没看过这出戏 也甚是期待 突三看看周边的人们都挺奇怪的 这些人看他的眼神就像看到怪物一样 但马上又转头过去 不再理会他和老汉 老汉给突三递来一支烟卷 自己也拿出一支抽了起来 不过这烟的味道实在不好 突三瞅瞅四周 那卖烟卷的小贩也没过来 不一会儿 一声裸响 正戏开始 这戏的意思是 一对老夫妇 生了三个儿子 那年冬天太冷了 老人没钱做棉衣 让仨儿子一起出点钱 可这仨儿不念养育恩 只扯了一块布和半斤棉花 老太太也只能用这些东西 做了一件三尺长的棉袄 没办法 两位老人轮着穿 谁出门谁穿衣 一位过路道长看二老可怜 就设计给三个儿子喝了浮水 以后谁要敢对父母有私心 他的胸口就犹如万以示心 就这样 两位老人被三个儿子 好好地养老送中 听戏的空暇之时 突三还不时和老汉 对剧情发出感慨 还不时给老汉讲 他对自己父母如何的好 而那老汉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对突三不住点头 唱到最后 突三为道长的作为大声喝彩 却惊到了台上台下的人 人们把目光刷得一下 聚到他身上 然后台上的继续唱 台下的继续看 突三今晚很不自在 这戏倒是不错 就是没能喊及嗓子助兴 有些不过瘾 突三郁闷 今晚听戏的人 这是怎么了 没人喝彩 也没有掌声 难道是王家人刻意交代了不准说话吗 散场后 满腹憋屈的突三想去给水壶换些热水 可扫尸一圈也没见烧水的灶台 这时突三才想起 今天不止没人点火烧水 就连卖香烟瓜子的人 到最后也没有出现 还好身旁的老汉 给自己三支烟抽 而机碗的戏台 竟然也不是昨晚的 突三回过神来发现 这看戏的人一下子都没了 四周干干净净 甚至没有人们散去的脚步声 戏台上的布景幕布 也都撤去了 那老汉也不见了踪影 突三有些怨气 这老汉走也不打声招呼 突三敢提起马闸 赶紧回家 可能刚才蹲得太久了 突三又脚踝有点酸痛 只能一瘸一拐往回走 戏也看完了 怎么还没看到村里人呢 突三回头看看 也只有自己 他还发现 刚走没多远 那戏台的周围就把灯都关了 刚才唱戏的地方漆黑一片 就连戏台也看不到了 突三也只是念叨 这有钱的大户王家 今晚怎么一下子小气了 前两晚可都是不停有人来招呼的 每晚还送点瓜子花生的 今天是什么也没有 突三也不想这些了 要赶紧往前赶 村民们可能都走前面了 突三喝了一口来十罐的河水 加紧了步伐 果然看到了前面的人群 也听到了人们又在砍大山 还不时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 突三终于赶上了 是他们村的人 还有一人带了自家五六岁的小孩子 那孩子可能第一次看戏 也很兴奋 并没有赶到半夜的寒冷 骑在跌跌的肩头 听着大人们讲戏 突三埋怨他们 戏散场了 也不等等他就先走了 要不是有月光 这还不迷路啊 看着一瘸一拐的突三 村民调侃 你这是崴脚了还是磕腿了 突三可别成了突三拐啊 村民之间 向来少不了这种语言上的嘲弄 突三回话 是看戏时 蹲得腿抹了 看到一老汉可怜 就把马扎让给老汉了 别们一个晚上 终于有人能说话了 突三开始和村民们讨论 今晚戏台上的剧情 那仨兄弟实在可恶 连自己的爹娘都不管 活该那位先生给他们喝拂水 可村民们愣了 你说的这戏 我们怎么没看到 问突三看的是什么戏 他回答是三尺山 村民们更纳闷了 今晚王家戏台唱的是盘桃会 你这突三喝酒喝迷糊了吧 突三听到人们都这么说 也是一头雾水 这时 那个骑在父亲肩膀的孩子 看着突三说 三叔身上还背了位老爷爷啊 他是谁啊 众人回头望向突三 只因突三没头发 那棉帽又高又大 真像头上还有一个人 众人哈哈大笑 有不会说话的二愣子就说了 突三是把那坟里的老爹背去看戏了 突三也不生气 笑骂道 我爹要是活着 我还真愿意背着他去看戏 小时候 我爹就常让我坐到他肩膀上看戏 把我大哥二哥给气得不行 说到这时 突三想起 前几天十月初一 哥仨还去老爹坟头 又是烧纸 又是磕头 他对老爹更是想念了 突三平日大大咧咧 对父亲可是十分孝顺 当年老爹生病 他把老爹接到自己家里照顾送中 如今 老娘身体还很健康 还好 媳妇对婆婆也是照顾有加 大哥二哥想给突三分担一下 可突三也不让 突三说了 爹娘把咱家大院子留给我 我就得更加倍地照顾老人家 突三的孝顺在我们那道沟里都是出名的 沉默了一会儿的突三说 过几天 我去给我爹讲讲今晚的戏 他老人家肯定喜欢 到家后 突三看到老娘屋里还亮着灯 他赶紧去看 原来老娘仍然在等他回来 简单聊几句 就安顿老娘睡了 突三去看看牲口后 就悄悄进屋脱衣睡觉了 躺在被窝里 他还回味着今晚的大戏 迷糊之中 突三感觉到自己后脖梗有凉气吹来 他回头一看 哎呀妈呀 这不就是看戏时 做他旁边的老汉吗 突三一个机灵回过头 然后平躺 可是这凉气仍然还在 突三在侧身回头看 什么也没有 突三自嘲 看个戏还能把自己吓到了 可这一夜 突三的后脖梗 总是凉凉的 第二天 早起的媳妇看到在被窝里浑身发抖的突三 赶紧去他额头一摸 突三发烧了 媳妇叫来老娘照顾 自己去请大夫 大夫来看后 说应该是受了风寒 留下屈寒安神的要便走了 然而 直到晚上 这烧也不退 还昏迷不醒 再请大夫来 这要吃了也不见好 大夫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就和突三他娘说 要不你们找会看似的人问问 是不是的什么怪病了 赵老驴是三突本家书 听说突三发烧不好 就来看看 然后去向昨晚去看过戏的人打听 听说突三听的戏文 和村里别人听的不一样 他感觉这是有古怪 是不是和当年自己一样 被拐到了不干净的地方 想到这 赵老驴就去家里 把他以前用过的那根雷击枣木棒 带到了突三家 进屋后 赵老驴推开 爬在突三身上哭泣的突三娘 抡起木棒 对着突三就是一棒子 这举动着实把在场的人吓着了 但赵老驴当然也把握着合适的力度 只见突三挨压一声 从炕上猛地坐了起来 双目圆睁 大口喘着粗气 额头上痘大的汗珠冒了出来 然后又瘫倒炕上昏迷过去 媳妇赶紧上去给突三擦汗 突三媳妇回头和老娘说 他身上不烫了 赵老驴说 昨晚老三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跟他回来了 这是咱处理不了 得找有本事的人啊 我这一棒子也只是暂缓一时 那东西躲起来 咱也找不到 明天赶紧打听 看哪里有会处理这事的人 邻居就说了 听说二村新搬来的木匠家 也出过怪事 也是请了人处理的 明天早上 让老二赶紧去打听 第二天天没亮 突三大哥和二哥就到了二村 接上木匠十富贵 到西边山村里请董婆婆 路过镇上 又买了香烛纸钱 还没到中午就回来了 董婆婆到突三家后 上香做法 烧一道浮水 给昏迷的突三灌进嘴里 不一会儿 突三醒了 董婆婆问清事情的始末 董婆婆到院子里 让人找来铁盆 画幅烧纸 然后让人把突三浅碗袋的水壶拿过来 打开壶盖把里面剩下的水往里倒 众人看到壶里流出来的东西 大惊失色 流出来的根本不是透明的河水 而是褐色的液体 更像是泥浆 这些褐色水倒入火里 轰了一下 那盆火像是被浇了油 突三更为吃惊 想问什么 董婆婆拦住她 让她继续躺到炕上休息去 董婆婆看看四周的人 和突三媳妇说 你们家少个孩子 突三媳妇说 怕孩子们看见害怕 就让他们去大伯家了 婆婆摇头说 不是 是人在魂不在 突三媳妇一听 赶紧往老大家跑去 不一会儿 哭喊着抱着她家的小儿子回来了 大妈以为孩子玩累了要多睡会儿 也没叫 就来他们家帮忙了 没想到孩子是发烧昏迷了 突三媳妇把孩子抱到另一间屋的炕上 婆婆带些香烛黄纸进去 让大火兜出来 过了一会儿 董婆婆出来了 说是今天晚上就给孩子治病 婆婆安排突三媳妇煮一碗粟米饭 再让人去镇上扎一匹纸马 要有好的马鞍和马凳 马脖子上要挂上金元宝 蚂蚁巴上要挂纸铃铛 婆婆和看热闹的邻居们说 今天天黑后 别出门了 早点关灯睡觉 众人一听 赶紧四下散去 纸马坐好了 董婆婆在马鞍和马凳上画了几笔 就让收起来 等晚上用 到了晚上 婆婆留下赵老驴和托二哥在外面 董婆婆在屋内忙了一阵后 手举一只古怪的蜡烛 让托二哥戴上纸钱跟上它 没走七步 烧一张纸钱 又让赵老驴手持枣木棒 戴上纸马也跟上 等到了村西的十字路口时 让托二哥把纸马烧了 又烧了几张纸钱 纸马烧完了 那董婆婆手中的蜡烛也熄灭了 婆婆把蜡烛收好 叹气说道 做人的贪婪 当鬼的也贪婪 等他们回去后 婆婆又给突三的小儿子叫了魂 说是休养几天就好了 第二天 董婆婆才和大家讲了事情的大致情况 突三去看戏走得太急 人累得很是虚弱 被半路不干净的老汉看到 就带突三喝脏水 看明戏 这老汉是浪荡子 醉酒后去河里喝水 在小河沟溺水而亡 由于没有后人 自然没人烧纸上宫 于是 坑蒙拐骗 苟且于荒野 周边飘荡的孤魂更不愿意为这老汉为伍 那名戏就是唱给那些过节没收到纸钱的孤魂野鬼 寓意早晚有人会打抱不平 让他们后人觉醒 给他们烧纸钱 但这老汉知道 他是根本没有后人的惦记 突三在老汉跟前讲 他怎么送走他爹 又怎么伺候老娘的 这才引起孤老汉的注意 就爬到突三后背回来了 想让突三也伺候伺候他 没想到被赵老驴用雷击枣木棒给打了 这雷击枣木打小鬼 鬼会变小 越打越小 这老汉看上缠不上突三 又惹不起别人 就去祸害突三年幼的儿子 董婆婆用符纸把老鬼封到小孩子身上 然后好说歹说 老鬼就是不想走 最后董婆婆说 今晚再不走 就要用那枣木棒 把你打个魂飞魄散 老鬼可是被打过一棒子 听到又要用棒子 这才同意走的 像他这种贪鬼 你不能多烧纸钱 烧多了就不愿意走了 昨晚烧的纸马 脖子上挂金元宝 那是让老汉快点上马 而马后的铃铛 那是让马儿受惊 然后一路跑下去 那纸马的马鞍和马凳是我做了法的 想摘也摘不下来 赵老驴问了 那马儿要跑到哪里呀 董婆婆哈哈笑道 听说纸马不会累 永远不会累 那样的话 这马儿就会一直跑 说完 众人也哄堂大笑 至于赵老驴的雷击枣木棒 咱们别的故事也有讲到过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